來 我們這邊問牆牆 對 說妳凡事都靠自己 但曾經有遇過一個男生 把妳當全部 我真的是嚇死了 什麼意思 讓妳很有壓力 我真的嚇壞了 講不好嗎 我覺得這個男人是沒有用 他就想說把女人當作 先講 等一下 妳在罵人前 罵他之前 先講他長什麼樣子 他長至少有180 11公分 180比我還高 其實是算OK 可是我跟你講 一個男人他如果沒有用 他就算再好的皮囊 等一下妳講 妳過兩個月 妳之後已經會 停 汪迴倒帶 聊皮囊 180公分 然後呢 長得像誰 他長得有 長得其實 長得其實 他其實是ABC那種樣子 我們在滑雪認識 他其實真的是 真的算是真的體格 跟外貌都很高 對不對 都符合妳的要求 那結果怎麼了 也聽話 他就是 太沒有用了 太無能了 真的就是 他那時候我在國外認識他 那是因為我同學關係認識這個人 他要教我滑雪 然後我滑雪一直跌倒 然後他就是來扶我 教我怎麼滑 然後我教他做什麼事 他會幫我做 然後呢就這樣子 後來 就跟他在一起 後來在一起也是一樣 他還是沒有個性 就是我要對他怎麼樣 都可以那樣子 那當然啊 後面他就從 從國外就是回來台灣 為了我 他還要跟我在一起 然後跟我在一起 就在台灣待著 待著他也沒有什麼 遺跡之長什麼都也沒有 在國外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 也不是那種會念書的型啦 然後呢 在那邊生活大概 十幾年吧 然後英文也講就是 還好還好那樣子 就是不是說頗好那種 那當然他回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工作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跟我有錢生活 所以他來我們家公司上班 在我家公司 你安排的吧 我安排的 對 我安排的 然後呢 在我們家公司上班 其實我跟你講 我就覺得說 你如果什麼東西 都有做得好 我覺得我會給人機會的 如果你是那種 如果是糗木的話 那就算了 但如果你是一隻千里馬 你需要找到伯樂 我是覺得 或許你還有那個機會 可是他就真的是個糗木啊 他就是愛喝酒 又不會玩 然後又想要裝得自己很會玩 然後他就是 常常就是遲到啊 不然就怎麼樣啊 他發生就是我會覺得 他什麼事情都做不好就對了 然後妄東妄西 然後但雖然就很乖 但他沒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你就話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 好像一直想黏著你 就是你是他的全部 然後還住到我的家裡面來 但是他就是很太乖 所以我家人很喜歡他 所以他就覺得很聽話 他喝酒也不會反抗 不會 不會反抗 就是不會怎麼樣 他就把你當成全部 就是這輩子就要 就是要跟你在一塊兒 我就跟你講 就是身高一百八十七公分 等馬爾基斯就對了 對 然後呢 就像我 然後我跟他在一起 其實算半年吧 但是其實我第二個月 我就開始看到他就不舒服 他只要手碰到我大腿 我就想把他打開 我就看到他就不舒服 你玩意了 他沒有魅力 你的極限就是兩個月嘛 我跟你講 對 兩個月 如果你那個臉 可以讓我看兩個月的話 你後面沒有這個所謂的魅力 或是你沒有所謂讓我覺得 我很羨慕你 我很崇拜你那種感覺的話 我跟你講我很快就 想把他腳踹開 然後當然他就是這個 他就開始哭啊 我真的會哭泣喔 我真的受不了男人哭耶 我老實講啊 沒有什麼天大下的事情 你就哭個屁啊 我老實講 我真的受不了男人有沒有 我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像是說 你不知道為什麼講到這邊 他都會臉吵過來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們可能 因為他就是很愛管 他就是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都算 他又很愛管我 然後說什麼 動不動的 就是像我還記得 他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當年也是過年的時候 然後他都在我們家公司上班 他一直在我面前哭 我真的受不了 我想跟你一樣到處去 出去玩 到處去 也環境世界 我心裡想說 天啊 他連錢都沒有 想要跟我到處去玩 我叫他好好 在家裡公司上班 他說他不願意 他想要到處跟著我去玩 可是他也沒有錢 那他家人呢 他家人在國外 家人就放棄他 懶得理他 沒有屁用嘛 那當然 他這樣子就想搭八走 我當然看不慣這樣子 一直在我這樣哭泣的男人 那當然 他又跟我說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 我正正走 我就不太想回家 我就是能跑 能跑多遠就跑多遠 就是不想來看到他 因為他在我家 不管是霸佔我的床 霸佔我的狗 我好像找一個人來 來體驗我的生活 體驗著 我什麼時候 造就了一個體驗的服務 神經病 就是他全部用我的東西 然後在我這裡 然後當然 我那時候真的是非常的 受不了他 然後他還故意就是 可能他因為我很愛玩 我動刀跟人家出去玩 就是週末的時候 那他就是也要跟 就是一直要跟就對了 我是不是很想讓他跟 然後 問題是他跟你出去 你朋友 其他女生會 哇 強了你男朋友很帥 沒有... 兩次後來 發生這個人沒什麼屁用的時候 我跟你講那事情就是很丟臉 然後我出外面 也都不想跟他在一起 就不想認他 是我男朋友 因為他做的事情非常丟臉 因為他想要裝得自己很會玩 因為我會罵他 我會跟他說 你不要跟我出來玩 你回家啦 因為他會管我 知道那個時間太長了 然後又會管我抽菸 說什麼 因為看著我在旁邊就是 像個小媳婦一樣坐在旁邊 那我就一根菸跟人家起來 自己抽 抽完 抽了幾根 對 抽完之後 他就說 你不要再抽了 你不要再抽 我說 管我抽菸啦 你也滿女友的 我沒有 不是 因為我覺得 你是去海產攤是不是 不是 快找一百 就是 就是他會在這邊說 你不要再抽了 你最後一根了 什麼的 我想說 這個男生真的沒有用 你以為你管這種小事情 就讓我覺得你有在做事嗎 你屁用都沒有 在管這種無聊的東西 什麼什麼沒抽菸 搞得非常關心我呀 你不要看不出來你的氣謀 然後 他就不敢抓在那邊 被我罵 我都丟了你丟死給我回家 出來管什麼抽菸 然後繼續抽我一眼 然後他說 他就說 我不要回家 我想要跟你一起玩 他就想要跟我一起玩 我說我真的不想帶著你 你也不會玩 在外面什麼都第一個倒的 又喝酒你不會喝 你就會很快就醉倒 丟人丟透頂的 跟我玩個屁 然後他說不會 不會 我現在能夠訓練他的玩的程度 他要跟我加入我的這個 抗戰當中 結果 好 我說好 那好 因為他唯一只有這個方法 想要來吸引我注意了 然後我要帶到我們下個派對去 他想要掩飾他多會玩 我跟你講他就是個不會玩的白癡 就是很不會玩的人就對了 他就故意裝得好像要打拍子 跟跳舞 就ABC這樣子是不是 對... 想要裝 我就看到他打拍子 打錯節拍 然後跳舞是一手合上這樣 激哭...這樣 一修合上 然後打拍子還這樣 沒有對到 然後裝得好一副 然後裝得好一副 很會玩這樣 我跟你講 我就抓在那裡 我跟你講我性質全沒有 我要把頭轉過去 才會讓我比較不... 不會那麼快地討厭他 然後有一次我睡覺醒來 他又來... 哭 哭 他這樣 哭什麼 他躺在躺邊這樣 他看到他的手機 對...看我手機 他就是因為我在 我睡覺醒來 他看到這男的怎麼這樣 眼淚丟 我說什麼 我心就想說 你又怎麼了嗎 然後呢 我就看他 他說 我說你怎麼了 哭什麼哭 我看了你手機 我說手機也看 那你看了手機 你自己也知道 你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地位了吧 打開來的人物 笑死人了 我手機打開的人物都是 國際的大DJ在敲我 跟我要出去 國際的大DJ 當然 來 講皮囊 那個大DJ不行啊 他那個頭凸了 所以我... 我沒辦法 就不是帥哥了 但是你認識他就會 就是... 他是唯一 我在去他派對的時候 他唯一清點的女生 他就跟我這邊交換 那個訊息嘛 會 對... 但人家大DJ是國際的 那個粉絲人數啊 真的是 比一個國家總統還多耶 然後... 就那種... 那種白大的 然後結果他一直也知道 我就說 看到了沒有 我是等級在哪兒 你等級在哪兒 人家在這裡想追求我耶 哭個屁你 你還不需要 做點糕點事情做 誰想黏著我 幫我當什麼啊 麻雀變狂狂啊 想爬上我的石頭啊 因為看不出來你發男 我看不出來你的伎倆 哪根抽 你的意思是說 他... 你覺得他想當麻雀變狂 他想當麻雀 他就想當麻雀變狂 你是理察極人 我是理察極兒啊 我會想說 真的是笑死人了 你以為啊 巴著我啊 走的沒啦 走的沒啦 我所以有聽人家說 我受不了了 趕快走... 我說你趕快走 我就把他東西 從他丟出去外面 然後我說 我跟你講喔 你在你身上有我任何東西 都不用換給我了 手機都不要 趕快走... 我還用腳踹他 他只能過在地板上 不要走 我說走... 我真的... 我真的幫他走 花了好久時間 然後我... 我以為我會難過 結果我根本沒有感覺 結果發現我一天六... 好開心喔 我發現我真的一眼都不喜歡他 其實兩個月我就真的是 看透... 那妳這樣就沒有下一個了 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 無聊死了 我下一個 我到國外有多少男人喜歡我 所以我真的不行 他沒有再出現了 他現在還是一樣無能啊 他還是一樣無能 我看到他 我跟你講跟我分手的男朋友 我都看清了 每一個沒好下場 有的被車撞 有的被關 有的還是繼續 有的被車撞 真的有的被關 然後有的還是一樣 真的是沒有披漏 真的... 看透太多男人了 到底是想想的眼光準了 知道他沒用 還是經... 跟妳在一起之後都出事了 太帥了 我應該是有幫夫妤 他如果在寫的時候 他才會想要抓著那個麻雀嘛 麻雀想要變鳳王嗎 對 發現變成鳳王之後 那自己去... 自己去想辦法更生啊 當然就什麼... 他的命格不夠 你扶不動他 所以他離開... 我不負男人的 我是要一個可以照顧我的 讓我當小鳥醫院的女人 所以呢 想要跟搶搶... 當搶搶男朋友的人呢 你就有能力喔 對... 我們看妳的紫薇命格 有沒有能力可以靠自己 對... 好 舒凡老師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妳的紫薇董書命盤喔 靠自己也能夠獲得成功的 紫薇命格在這裡獲得成功 有兩種 一種就是妳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享有一種自由自在的感受 也就是說 你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所需 再來呢 獲得成功代表說 也許妳可以適合創業 那麼呢 擁有自己的事業 這個也叫做成功 那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 命工跟事業工 那事業工有時候 我們在紫薇董書命盤上面看到 叫官路工 那麼呢 第三名的話 我們看一下就是 柯君心 這是我 就是妳本人 對 好 那麼他成功為什麼 敢做 敢為 創意十足 從剛剛所有的對話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翔翔是不是一個 敢做 敢為 創意十足的女性 沒錯 她腦袋想到的 跟她做出來的 其實真的都很有創意 沒錯 我們剛剛真的笑到不行 那麼如果 觀眾朋友也是 在妳的命工 事業工 官路工 這邊有做到 破君這一顆心的話 妳個人是比較求心求變 而且是創意十足的人 所以妳比較適合去做 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事業 就是說 大家可能覺得 當公務員很棒 可是妳去當公務員 就是浪費人才 所以對妳來說 妳要有一個新的生活態度 或者是 就一定要找 適合妳的工作 千萬不要去 真的隨波逐流 去當什麼公務員 弄一個鐵飯碗 這個就很不適合妳了 要有新鮮感 對 不斷地求心求變 所以是有不同的感覺 我才能夠持續那股熱情 而且不平常 不能太普通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名 如果妳有做到的是七煞心的話 七煞心的特色在於 開疆擴土 而且它的競爭性很強 因為我曾經看過非常多 自己創業的老闆 他們的命工都是做七煞的 那麼做七煞的人 他是敢拼敢冒險的人 而且他行動力十足 往往我腦袋裡面想到的東西 我下一秒 譬如說我覺得 我應該要去買什麼什麼 來投資吧 下一秒他手機已經拿起來 開始嚇了 而且他很善於抓住機會 那個勇氣也是非常的強勁的 然後能夠風風火火的 為自己去創造財富 所以七煞我真的是遇過很多 中小企業的老闆 他們就是七煞做命的人 但是呢 如果妳身邊有七煞做命的人的話 你會有時候會被他的速度感嚇到 因為他上一秒想什麼 下一秒他就去做了 所以如果妳的老闆 是七煞做命的人的話 你千千萬萬不可以動作太慢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第一名呢 就是我們的子威心 登登登登 好 它的特色就是領導力很強 不拘人厚喔 所以呢我們如果可以看 因為子威就是皇帝嘛 他天生就有領導力 他天生就不能夠居於人厚 所以如果你也是子威心做命的人的話 天生就有那種當老闆 跟當主管的模樣 因此啊我不知道 你身邊有沒有子威心做命的人 但是如果有的話 你會發現他在言談之中 就自有一股貴氣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子威心做命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看看 也許啊你可以跟著他 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喔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出官方粉絲團